我現在跟你講 政治組長下面 除了副組長之外 還有十個組員 他是一個非常清楚的 編制內的政治組跟國會組 那今天什麼叫編制內 我就提一個名詞 郭瑤琦 大家記得郭瑤琦 以前阿扁總統 兩千零八年的時候 他是公共事務室的主任 兼總統府發言人 可是一路下來 包括李南陽等等 到了馬英九時期的時候 他覺得公共事務室的主任 他必須是文官 就是差別 他必須是文官 所以他不能夠用自己人 譬如說羅志祥 王玉琦 他都不能當公共事務室 因為他不是公務員 觀眾朋友看一下這張照片 看完以後你就懂 韋汉先生到底在講什麼 為什麼一直在扯什麼事務官 跟政務官 這個人在有一天 黃國昌跑到總府前面去 淋雨進座的時候 送來了兩百個肉包 然後現場送肉包 他講說這個女生是誰 為什麼跑來送給黃國昌那個肉包 我跟大家講 跑行政院的人都知道 他叫張文嵐 他是之前的新聞傳播處的處長 他到總統府公共事務室 接主任已經兩年多了 可是你看總統府發言 都是林鶴銘 都是黃崇燕 因為他們兩個是秘書 他才是總統府編制裡面的公共事務室 主任 那馬英九十七有沒有 有 馬英九十七的公共事務室主任 他就不負責發言 所以這就叫政務官 跟事務官 他就對不起 這就叫事務官 那你今天希望有人來幫你發言 你再去再去找一個人 OK 所以今天趙文嵩 要去中美代表處 我就覺得就三個位置 一個就是你找一個非主官給他做 當一個聘員 可以給他一個名稱 譬如說他是總統代表 或怎麼樣 當然這個有點有點超過想像 第二個就是駐美代表處的副代表 甚至是駐美代表 剛剛聽說你講 以後接下來這一年 蔡總統還要出訪美國 尤其是今年 我相信他一定會希望有大突破 但他需要照影響的能力 而且還看到最近很多人寫文章說 因為Vincent跟美方很熟 連馬遮案都出來講 怎麼可以忽略他的能力呢 能力這麼好 就當駐美代表 用政治去任命他 下面的這些事務官 你不要去動